我们是先请陈良基次长跟台大的杨派池杨校长 立院教育委员会一反常态 不是第一个请教育部长上台背讯 而是台大校长杨派池 因为他涉及论文造假风波 因此披头就被问 是否对自己的清白有信心 目前是对于这个所谓的学术上面的伦理 校长还是认为是完全是坚守得住的 对 我担任共同作者的部分 是不会涉及任何造假 坚持自己的清白 杨派池表示 台大已经成立特别委员会 分别邀请国内外处理学术伦理问题的专家学者 进行独立调查 而且成员保密 预计年底前结果出炉 至于外界要求杨派池辞职负责的声让日益升高 教育部长潘文中认为 目前属于疑似违反学术伦理的调查阶段 因此先该被严格检视的是杨派池等当事人 有无回避学术调查 他应该是被受调查者 他应该不会去也不能去参与或指挥整个调查的委员会 这个也是我们教育部要去做把关里面非常重要的关键 包含委员的组成都必须要有相关的回避 包含像失声关系有共同研究或相关三等性内等等的 除了调查过程引人关注在杨派池要求台大应该加强研究人员的学术人与训练 反倒引起台大工会等团体强烈不满 超过有30个学生发起联署 认为明明就是教授没伦理 主事者反而一昧指责是学生个人的教育问题 呼吁涉案的教授应该负起责任接受惩处 而连日论文造假争议也让立委黄国书痛逼 高教十年的代表字就是假 有太多没被抓到的 我宁愿冒着被抓到的风险照样造假 为什么因为我要生存 教育有看到这个问题吗 目前高教现行重论文清教学的现象 让教授就得用量产更多论文的方式 抢计划抢补助款 但却造成另类的高教乱象 立委提醒如果层出不穷的论文造假事件 还不能让学界痛定思痛 那么未来事件恐怕还是会层出不求 优电TV 王文靖雯华 台湾报道